欢迎来到威尼讲故事 我是主播威尼 我遇到了一个无耻渣男 真的太他妈渣了 我真的要气死了 我跟这个渣男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他叫张青 是成熟大叔那款 比小鲜肉看起来更成熟有魅力 外表能打个七分吧 所以我见他第一面就挺有好感 后来我俩聊了一段时间 这个渣男刚开始别提多绅士了 说话还幽默 不管是文学摄影还是动漫之类的 他都能聊得来 最重要的是特别体贴 完全就是一个绝世好男人的形象 我就和他这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直到有一天 他问我想不想去旅游 我其实对旅游不是很动心 但是他说网上聊天了解得不够 他想通过这次旅游了解我更多一点 而且什么路费呀 还有吃喝玩乐那些 全都不用我操心 他全包 我一想 反正也不用我掏钱 而且我单身一年多了 也对他有好感 要是合适的话 那还赚了个男朋友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就同意了 我想给人留个好印象 在去之前就做好了攻略 准备特别充足 我们是去的厦门旅游 后来玩了一天 张青提议晚上去酒吧喝个酒 放松一下 那天玩得有点嗨 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 嗯 晚上我喝得有点多 和他稀里糊涂发生了关系 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还有点忐忑 因为我跟他还没确定关系 他要是不想负责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我也不想依人家怎么样 结果他跟我说 他很喜欢我 希望我能做他女朋友 还发誓以后一定会娶我 当时我感动坏了 感觉我的爱情终于开花了 可惜 呵呵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我们在一起快半年了吧 我就旁敲侧机催他结婚的事 结果他都用最近工作很忙 现在还不是时候的理由来糊弄我 然后硬是拖了我小半年 竟然一句结婚的事都不提 而且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冷淡 我当时都要气疯了 我又不是那种死柴烂打的女人 她要是对我没感情了想跟我分手 直接跟我说呀 这么拖着我浪费我的大好青春 算怎么回事 好几回我都想跟她分手 但是她是真的很会哄女人开心 而且我又心软 到最后每回都原谅了她 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 那个渣男竟然劈腿 背着我和别的女人在一块 呵 工作忙 那劈腿撩妹就不忙了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真TM恶心 我那次跟张青大吵了一架 问她为什么要背叛我 之前说的话都是骗我的 还有既然不想跟我结婚 那还吊着我干吗 集火那个渣男看我都知道了 破罐子破摔说男人都这样 我要是接受不了就分手 这个时候倒想着跟我分手了 我气得直接甩了她一巴掌 我是真没想到 她竟然是这种人 然后她转身就走了 回头就把我拉黑了 后来我越想越气 她跟我推三阻四的时候 我就知道她不想结婚了 后来分分合合了几回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认命 想的是一直不结婚 这样过下去也能接受 结果她竟然在外面有人 被我知道后 还二话不说就把我拉黑了 断了跟我的联系 我要是就这么放过她 那也太便宜她了 既然她敢隔应老娘 老娘我就不介意给她上一课 让她知道不是所有女人都好惹 那时候我所有联系方式都被她拉黑了 根本找不到她 但是那个王八蛋 估计做梦也想不到 我有一个闺蜜 有门路能弄到一个人的个人信息 想把张青底裤颜色都扒出来 也就才五十块钱 我给了闺蜜一百 毕竟这是不太好 全当辛苦费 闺蜜给我的资料里 包括从她的手机号到家庭住址 几乎所有个人信息 不看不知道 一看我更恶心坏了 什么单身汉 全她妈是狗屁 亏她还口口声声说要和我结婚 结果她第二个孩子都快五岁了 呵呵 她不仅劈腿 还婚内出轨害我当了小三 我又给她记下了一笔 知道她住哪里就好办了 我连电话都没打 第二天直接去她家做了个课 当时那个渣男还在上班 家里只有她老婆一个人 我敲门的时候 她老婆还挺谨慎 看我是陌生人就没开门 还很警惕地问我是谁 我就在他们家门口敲门 哭着说她老公是个渣男 在外面使乱中气 把我骗到手又跑路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家 就要来讨个公道 张青老婆的脸色立马就白了 她最开始还不相信 说我是个骗子 她老公不可能是那种人 我都懒得理这种老公出轨 还苦苦为老公辩解的傻逼 继续哭继续闹 吵着嚷着 一定要进门讨个公道 果然 邻里街坊最喜欢看这种八卦了 我还没哭多久 好多邻居都探出头 想看看楼道里发生了什么事 张青老婆瞬间扛不住了 担心丢面子 纠结了好久 最后还是让我进去了 进屋之后 我又添了一把火 我直接开门见山 说她老公睡了我 还让我怀上了孩子 当然 我才没傻到和那个渣男无套 我根本没怀孕 不过既然决定要报复她 那肯定要往最狠地说 更何况 我也不算胡说 只能说一半一半 张青老婆听我说完 脸色更难看了 作戏要做全套 我直接跟她要赔偿 她那时候 还对我说的话半信半疑 但等我把我和张青的聊天记录 给她看了以后 她的脸色就瞬间绷不住了 我看得出她动摇了 就让她把张青叫回来 我们当众对质 我要给自己讨个公道 她要是不答应 我就对着整个小区宣传 她估计也想知道真相 又看我架势特认真 最后只能照我说的办 张青刚进门就看见了我 她脸瞬间绿得跟韭菜一样 我都还没说话呢 她那个傻媳妇 倒先哭了出来 问她到底是怎么回事 问我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当时紧张的各种解释 但一看她那心虚的样 她老婆瞬间就明白了 冲上去对她又抓又咬 哭着嚷着 要和她离婚 直到现在 我想起来都觉得过瘾 那哪是打架呀 她老婆那架势 简直跟斗鸡一样 那渣男脸上被她老婆抓了好几十道血印 就差被生死活泼了 更过瘾的是 我闹了一顿走了之后 把我拉黑好久的张青主动给我打过了电话 她那边电话背景音特别乱 姑墨是她老婆把她出轨的事捅给公婆加了 有亲戚吵架的声音 有她爸妈怒骂的声音 还有她老婆哭天枪地的声音 稍微想象了一下 就知道她家里有多热闹 我一下子气就顺了不少 这还只是一点利息 张青一上来就破口大骂 说我是不是傻逼 还骂我是个婊子 破鞋 什么话 难听她骂什么 不过我一点都不生气 她越愤怒 骂得越狠我 反而越痛快 骂吧 这才只是个开始 等她骂累了以后 我也懒得废话 二十万精神损失费 如果她不同意 后果自负 那渣男一听又急了 用糟话骂了我好几句 还挑衅我说 有胆就来 就把电话挂了 没要到钱 我一点也不失望 因为我一开始就没准备要这笔钱 闹一闹和勒索的分寸我还是知道把握的 违法的是我不碰 我那么说只不过是想再气一气她 顺便给个让我继续闹下去的理由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记仇 反正已经知道那渣男弱点在哪了 之后一段时间 一有空我就会去张青家里坐一坐 和他老婆好好聊一聊他当年的那些 辉煌战记 真的假的我根本不在意 瞎编都行 反正张青骗了我是铁针针的事实 只要实锤了这件事 我再怎么胡编乱造 再怎么说的天花乱坠 他老婆都会信 那段日子如我所料 他一点都不好过 我会回去他家 都能看见那个渣男 脸上是挂着踩的 有那么几次 估计他实在忍不了了 还威胁过我要报警 我当时听了都想笑 我又没私闯民宅 受害者又是我 他还想报警 我让他赶紧报 我正好也想找人帮忙 主持下公道 谁不报谁孙子 他看没吓住我 马上就没声音了 不过我闹了没几次 张青就跑了 差不多去他家 闹了两三次吧 我在去的时候 就发现 他们家竟然换人住了 和周边邻居一打听才知道 张青把他老婆送回了婆家 自己去外面租房住了 呵呵 还挺聪明 他老婆不在这边了 闹我在闹 也没什么效果 不过能恶心张青的 可不只有去他家闹 想对付他 我办法多的是 闺蜜给我的资料里 写得明明白白 上面不光有张青的家庭住址 还有他的工作单位 一开始看他资料的时候 我还惊讶了一下 没想到那渣男 居然还是个公司经理 果然 这年头越是禽兽的人 反而越一观楚楚 不过公司经理可不比一般职员 我要是在他呆的公司闹上一闹 我先去他公司踩了一遍点 摸清了他们公司的上下班规律 然后印好了一堆传单 一大早就在他们门口等着 至于传单内容 当然是张青那些 辉煌的过往 等到了上班时间 公司里开始陆陆续续来人 我立马开始敲锣打鼓 碰见一个人就上去发一张印的传单 我都没发几张呢 周围就乌泱泱聚了好多人 过来凑热闹看八卦 人越多越好 我就是要让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他干了什么好事 张青来得稍微晚了点 到的时候 他正和身边一个西服阁里的人 点头哈腰 看模样 估计是他的客户 而且身份肯定不低 真是天助我也 我可真没想到 他那天正好要见大客户 张青看见到我的时候 脸色瞬间就清了 当时他一个眼圈还是黑的 任谁看见都能想象 他这些日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当时我就笑了 向他使眼色 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那个客户 让他自行体会 我眼中的深意深长 他显然明白了我的意思 脸色更轻 他先和客户说了两句悄悄话 鞠了个躬 然后三两步把我拉走 凑到我旁边 咬着耳朵 问我怎么在这里 我没理他 继续用让他自行体会的眼神 笑眯眯地看着他 张青咬着牙 一声下气 问我今天能不能放过他 他有重要的事情 绝对不能闹出幺蛾子 等过了今天 我要什么补偿都行 呵呵 那个西服革履的男人 果然是他大客户 现在想起来我就想笑 张青也是紧张傻了 竟然把自己的弱点告诉我 我怎么可能放过他 这么好的机会 傻子才错过 我直接把他推开 到那个大客户面前 渴了尽地吐槽 居然和张青这种人合作 他干过什么好事 你知道吗 你明白 什么叫知人知面不知心吗 他看好的合作对象 在外面专门骗女人 承诺的事情都没做到 一点可信度都没有 他就是个人渣 然后我还拿出手机 给那个客户看里面 我和张青拍过的床照 反正我早就豁出去了 不怕再多牺牲一点 说来也是讽刺 当初还是张青图刺机 非要和我拍 他肯定没想到 现在这些照片 会被我反过来用来对付他 当时场面瞬间炸了 底下的工作人员议论纷纷 那个客户神情更精彩 连比锅底还黑 指着张青的鼻子 骂了好几句 直接就甩袖子走人了 张青一下就傻了 估计他完全没想过 我会豁出去 做得这么绝 他愣了好久 都忘了去追那个大客户 然后他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 冲到我身边 歇斯底里地怒吼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看他发疯愤怒的那样子 我心里非常畅快 从今往后 是个人都知道他张青是个铁渣男 我看他在公司里还怎么待下去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这就是欺骗女人的后果 当时张青都气猛了 完全口无遮拦 他这话相当于间接承认了 这些事都是真的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他那些同事的眼神一个比一个玩味 还有几个直肠子的人直接起哄嘲笑起来 当时越闹越大 张青怎么解释都没人听 他直接气疯了 突然掐住我的脖子 嘴里说着都是我毁了他的一切 今天他要是不杀了我 他事不为人 说完就想打我 说实话 当时他断红着眼 模样有点吓人 但我竟然都敢来他公司闹 就根本不出他这个怂包 我一挺脖子 指着脸 让他往这儿打 当时不少上来劝架的人都被我挡回去了 今天他不打都不行 谁怂谁他妈是狗痒的 我看得清 张青脖子上的筋都炸出来了 但他也不是真的疯了 他犹豫了一下 最后还是没打下来 当时我心里还感觉有点失望 他要是敢落下这一拳 我就敢直接躺地上碰瓷 一定要额他个万八千二的医药费 到后来 保安在场面混乱的时候报了警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和张青都被带到了公安局里问话 话说张青这个男人是真的贱 刚刚连打人都不敢 一到了公安局 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哭诉我怎么怎么扰乱他的生活 让警察同志一定要严肃处理我 我看着他那副模样都觉得可笑 就跟被人欺负了的小学生 在跟老师告状一样 不过公道自在人心 警察叔叔很讲道理 他们知道了前因后果后 显然暗中支持的是我 毕竟我被他骗了 我是个受害者 更何况我虽然闹了好几次 但实际上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财务损失 所以无论张青怎么撒泼打滚 最后警察叔叔给了我一顿不痛不痒的批评教育 其中就包括让我擦亮眼睛看准人 然后就放我回家了 没过几天 我就听到消息 张青因为他的个人原因 跟丢了那个重要的大客户 不仅被他的公司辞退 还在这之前以独职罪 把他告上了法庭 而且好像还因为索赔金额巨大 张青直接破了产 再加上他出轨这件事 没过多久他老婆就和他离了婚 当时我终于尝出了那口憋在心里的闷气 这就是罪有因德 渣男不得好死 姐妹们 听我一句劝 别再被渣男伤害之后就忍气吞声 那样只能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 我这样豁出去呢 其实就是想让渣男付出他应有的代价 通过这件事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在外面乱骗女人 不要以为我们女人好欺负 我们女人狠起来能让你倾家荡产 本故事到此结束 看完有何感想 欢迎打在评论区 最后别忘了订阅微妙 感谢您的观看